传道书第三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传道书二章一到十一节 离了神快乐是虚空 我心里说 来吧 我以喜乐 试试你 你好享福 谁知这也是虚空 我只嬉笑说 这是恍望 论喜乐说 有何功效呢 我心里查究 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 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 又如何持住愚昧 等我看明世人 在天下一生当行 何事为美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 建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 修造园柚 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 挖造水池 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 我买了扑币 也有生在家中的扑币 又有许多牛群羊群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 众人所有的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 和君王的财报 并各省的财报 又得唱歌的男女 和世人所喜爱的物 并许多的悲评 这样我就日渐昌盛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凡我言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我的心 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这就是我从劳碌中 所得的份 后来 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不逢 在日光之下毫无一出 当所罗门发现 智慧无法真正满足人 他就从别的地方寻求满足 而我们能从这一段经文看到 他渴望从快乐中得到满足 首先他喝酒 这使他的肉体感到舒畅 不过他并没有酗酒 因为他晓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然而他却没有让敬畏神的智慧 来引导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他继续学习各样追寻快乐的方式 即使他知道这样做似乎显得愚昧 却仍然期望尝试 看看到底哪一件事最能令人快乐 于是所罗门开始尝试一些肉体的享受 好比建造豪宅 增加财富 又在宫中纳入许多非评 放纵情欲 他所享受的 当时无人能够相比 而他也为此筹划劳碌 可是当他最后回过头来 看自己所经营的这一切 他的结论却是 虚空 捕风 毫无益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生活中 是不是也时常寻求各样的刺激 以致渴望获得满足 许多年轻人从吸毒 嗑药 混夜店和逛街中寻找 而中老年人 也就有不同的方式 来寻求属于他们的快乐 但是所有的快乐 不论是高尚的 或是低俗的 都不能满足日光之下的人 所罗门得到了一切 甚至是神所赏赐的丰盛 然而他却因着 没有持续敬畏顺服神 而觉得生命更加虚空 世上让生活 有所享受并非坏事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些行为中 存着不敬畏神 只想满足私欲的态度 那就是一件错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神赏赐的 他愿意让我们享受这一切 为的是要我们 用奉献的态度来服侍他 我们当以神为我们最大的满足 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 而我们拥有他 就拥有了一切 当我们存着如此敬畏的心 来享受神所赏赐的一切 就不仅能够喜乐 还能得着极深的满足 主啊 求祢加添我信心 使我更深渴慕祢 经历祢 愿祢天天将永恒的满足和喜乐 浇灌在我的心中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导读神的话 诗篇十六篇十一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阿们 感谢神 信靠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 让我们可以得着那真实的满足 也让我们得着真实的喜乐 阿们 是的耶稣 你就是我的满足 你更是我真实的喜乐 在你的里面 主耶稣 我可以享受那永远的快乐 耶 阿们 主是的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除你以外 我们不会找到真正的喜乐和好处 主啊 你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是我的喜乐 是我悲中的份 主啊 谢谢你让我进入你的爱中 享受那真正的满足跟喜乐 耶 感谢神成为我一生的大牧者 是的 你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阿们 你是我的牧者 我一生都有满足的喜乐 跟永远的福乐 阿们 是的 主耶稣 谢谢你 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使我这一生一世 可以走在你的道路和心意当中 更谢谢你 你是我的喜乐和福乐 我赞美你 阿们 主你是我生命道路的领航者 是的 是我在人生迷雾中的灯 有主同在 就有满足的喜乐 阿们 主啊 还有永远的福乐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